太上感应天的故事 话说阿达与小林 自从抠钱筒来帮助同学阿国之后 引起一连串的回响 而阿达也被推选为后山国小 好人好事的代表 一时成为仿寥乡丽间的家园 阿达 豆酸 阿达 豆酸 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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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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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其实这也没什么辣 阿达 你可真不简单呐 平时虽然疲了一点 但是在仅有的关头 都能有见义勇为 明辨是非的能力 把仅有的前头捐写出来 而引起全校回应 也将小爱变成了大爱 难怪水红老师还一直夸奖你呢 真的吗 爷爷 谢谢您 这都是爷爷的功劳了 阿达 阿达 哥哥 现在是个小善人 就有这么多人喜欢他 那以后一定会变成一位 大大大大大善人呢 大大大善人 没错 没错 是大大善人呢 哎呦 少林 你就不要再闹了啦你 没错 所谓善人 人皆尽知啊 爷爷 什么是所谓善人 人皆尽知啊 阿达 简单的说 就是一个行善的人 自己又能具备道德的修养 所行的善事 不只是利益别人而已 而且还可以成为他人的典范 所以大家对他的行为 也就更加敬仰及赞叹啊 这就是所谓善人 人皆尽知啊 所以我才说 阿达 哥哥是个小善人 才会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嘛 爷爷 是这样吗 没错 来 爷爷再举个例子 说给你们听 你就会明白了 在以前宋朝年间 有一位贤能的宰相 名叫司马光 司马光是北宋河南下县人 他一生尽忠尽孝 勤奋好学 对人公谦温和 又能谦让他人 情正爱名 精尖业业 力求治国之道 更能体恤民间的疾苦 所以在宋元宗的时候 就做到了宰相的官位 由于司马光 也常常震灾祭贫 视百姓的苦难 如同挤难 然而 全国的百姓 一提到司马大人 无不称赞 无不包扬的呢 有一次 司马光从洛阳 驾车要到江城 去觐见皇上 当司马光要回洛阳时 就被城里的百姓 给认出来了 老百姓看见了司马光 非常的高兴 于是就向他行礼 表示尊敬 司马大人好 司马大人好 之后 又丢下手边的工作 前去追随着司马光 并且还沿路高喊着 司马大人 欢迎 司马大人 欢迎 司马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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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 由于京城的百姓 对司马光 十分尊敬赞扬 才一会儿的时间 就把整条街道 挤得水泄不通 最好找百姓 就把司马光拦下来 并且下跪 向他请求着说 司马大人啊 恳请司马大人 不要再回去洛阳了 就留在京城里 帮助皇上治理天下吧 这样我们老百姓 才会有好日子过啊 对啊 对啊 我们才会有好日子过啊 司马大人 司马大人 欢迎 司马大人 欢迎 司马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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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 司马光 能够守着人民的信赖 及敬仰 也皆由平日修身行善所致的 而所行的善事 也能够上利于国 下顺人心 能受人尊敬 必定是善人 所谓善人 人皆敬之 所以人们对于善人 欣喜 尊敬到了如此的地步 那么天意的感格 也就可以知道了 如果不是善人 实在是有令人 可以尊敬的地方 怎么可能会感动 人们到这种地步呢 天道又知 爷爷 我知道了 怪不得学校的同学 都那么喜欢阿达和小林呢 阿达 小林 你们是我的模范 没错 我以后也要向阿达和小林学习呢 阿文 阿福 谢谢你们啦 是啊 阿文 阿福 谢谢你们 还不止是如此而已啊 若人皆敬之 天道也必会幼之哦 爷爷 天道幼之 是什么意思啊 您可以帮我们解释吗 哦 所谓天道幼之 天道是无偏无私的 但是常常会与善人感应道交 而且善人也不需要说些什么 上天就会很巧妙地回应于他 天神也不需要善人的照情 也就会自动地来保佑他呢 因此 只要自己能够努力地尽人事 诚心行持 从不见断 这样的坚持到底 终究能够感动上天的 旧结经说 一心如此 听天于命 可见善人行善 是不能够有一丝毫 将迎西求的心啊 宋朝的诸子也说 天地是一无所为的 只是以生养万物 为天地的心啊 人 若是能够念念 都在丽人祭物 他便是天地啊 因为 这种人的所作所为 都与天心相合 上天 怎么会不保佑他呢 宋朝的刘安氏 是一位贤囊 清廉的好官 为人 公正不恶 正气凛然 不与小人同流 由于 刘安氏 忠贞爱国 又常常 指正邪心的大臣 使一些贪官小人 恨之入骨 常想找机会报复 有一次 刘安氏向皇帝上书 兼别朝廷大臣的邪证 又特别提到 张敦是个小人 请皇上千万不能用他 以免误国误民 遗害苍生 后来 皇帝不但不听 刘安氏的建议 反而更加重用张敦 于是就让张敦 当上宰相之职 张敦当上宰相之后 便用计谋 加害刘安氏 皇帝听信张敦的话 就将刘安氏 立刻变弯 而且变到很远的地方 翻山越岭 飘洋过海 到处迁移流放 没有定所 而朝中的官员 知道他都说 刘安氏年纪这么大了 这次被张敦逮到机会 远窜流放到数千里外 这一定是必死无疑啊 可是刘安氏 他竟然安然无恙 年纪已经八十高龄了 却没有生过一天的病啊 当刘安氏被贬的时候 有一个人为了要迎合张敦的意思 就向张敦请示 自己愿意替张敦把刘安氏杀掉 等到此人到达刘安氏住的地方 正准备动手时 这人忽然之间 这人不心打破 当场就吐血暴毙了 由于刘安氏一生忠贞爱国 又常常扬善止恶 心存正念 念念与善 上天就会自动地来保佑他了 天道既然有之 福禄随之 众邪远之 神灵也就未知了呢 爷爷 为何会有神灵未知呢 对啊爷爷 神灵我们又看不到 要如何未知啊 阿达 小灵 你们问得很好 但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事物 并非它就不存在的 例如在水池中的维系生物 像草履虫 变形虫 如果没有透过显微镜来观察 你们看得到吗 嗯 是看不到啊 哈哈哈哈 没错 维系的生物我们都看不到 更何况是生活在不同空间的神灵呢 虽然是不同空间 但是只要因缘聚足的时候 也就会感应道交 显现出奇迹的呢 哦 哦 爷爷爷爷爷爷 你快告诉我们要如何感应道交 显现奇迹嘛 是啊 爷爷 我们很想听 没错 我也是啊 好好好 爷爷就说给你们听 在明朝宜征的地方 有位姓金的老翁 他以开荡库为业 家境出远 江上的水口到处抢夺入猎 宜征一些有钱的人家 几乎都被水口抢过 唯独只有金家没有被水口抢过 官府就怀疑金家跟强盗有所勾结 于是家派士兵全力追捕 后来强盗被官兵捕捉了 县管就生疼审问强盗 唯独 本先问你 宜征有钱的人家几乎都被你们抢过 为何只有金家没有被你们抢劫呢 回大人 我们先前有几次前往金家行抢 但是当我们到达金家的时候 每次都被金家审得赶了出来 一派胡言 来人呢 押下去 是 县管不相信强盗的说法 就再派官兵去传唤当地的地宝和邻居前来询问 当地的地宝和邻居来到了县衙 县管指着地宝说 你就是当地的地宝 是的大人 地宝 将你对金家的了解 一一地向本县说明 回大人 金家没有被抢 是因为金家积德的缘故啊 每招的典当铺 都会在典当的时候 用低价买进 去赎回的时候 则是以高价卖出 只有金家的典当 出入都很公平 所估的价钱较高 限期也比较长 而且对于年老及贫穷的人 来典当东西的时候 还会破例地免除他的利息 若是到了冬天 就免除典当寒一的利息 若是到了夏天 则免除了典当鼠一的利息 金家每年都是这样的做 上天为了保佑善人 就命令金甲神来拥护保卫金家 这种道理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是啊是啊大老爷 金家的事情是家家皆知 户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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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 县令听完之后 也就没有再怀疑金家了 而且亲自加许金老翁的扇行 还写了一份奏折 上奏朝廷 皇帝知道后 就下令包扬表彰了金家的扇行 而后金家的扇行 也成为遗争的乡名 茶余饭后的话题呢 金家的扇行 而受到了金甲神来拥护 这也就说明了 只要我们真有扇心扇行 又能行持不断 必能够感动天神 不管在哪里 也都一定会受到 天神的庇佑及保护的 神和人是一样的道理 若为人所尊敬的善人 神灵也会加以保护的 所谓道德既然重了 鬼神都会钦佩他呀 有心学到的人 应该要常常的反省想想 如果尊敬我的人越来越多 便可以知道 神灵对自己拥护保卫的程度了 若是厌恶我的人越来越多 便可以知道 凶兴恶煞 在我的头上炯炯的怒视着我呀 这就是人心 即是天意的道理 不必非要去追问 我们所看不见 也听不到的呀 阿达 你们这么小 就能有这样的表现 实在难能可贵 将来一定能为社会 带来一股祥和之气呀 这个功劳应该归功于爷爷才对啊 要不是爷爷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 我们也不懂得去帮助别人 和安身立命啊 这个奖品要转赠给爷爷 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 谢谢爷爷 谢谢爷爷 阿达 你们有这份心 爷爷很高兴 这奖品你留着用好了啊 爷爷对不起了 我不知道里面是这些东西 所作必成 面对的是实在 TSU protects 宇宙师roc compass fossage 咁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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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哦 咁咁咁咁咁咁哈 stomach咁咁咁咁咁咁咁咽咁咁� THIS 咁咁咁咁咁� м咁鼻 好险好险 阿梅啊 你有没有受伤啊 没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了 阿梅啊 哥哥帮你揉揉 这样会不会痛 哥哥 不痛不痛 没关系啊 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 阿梅啊 不要急 等一下再练习了 来 我再帮你多揉几下 谢谢哥哥 阿梅啊 你实在是超级无敌烂 又摔倒了 要不要我来教你啊 有什么了不起 我告诉你 等我学会了你就知道 哼 哎呦 我好怕哦 嘿嘿嘿 我看啊 你在学三年也学不会的啦 不服气可以来比赛啊 来啊来啊 来追我啊 拜拜 拜拜 哼 讨厌的阿达哥哥 你给我记住 阿梅啊 不要理阿达 来 我们再来练习哦 嗯 好 早安 你好 一二三 一二三 三二一 太快了 太快了 阿梅 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 阿梅 加油 嗯 哥哥 我一定会成功的 阿梅 阿梅 你成功了耶 阿梅加油 阿梅加油 阿梅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 实在有个好笑的耶 阿达哥哥 你不可以笑 你再笑我就不理你了 好好好 我不笑我不笑 丑阿达哥哥 我不理你了 丑阿达哥哥 阿梅啊 你怎么了 不要哭了啦 阿达 你不要再笑阿梅了啦 阿梅 等一下等一下 阿梅 我 我又怎么了 阿梅啊 你怎么了 丑阿达哥哥 欺负我 阿达 你是不是欺负阿梅啊 哪有啊 是阿梅他自己技术太烂了 才摔倒的啊 关我什么事啊 爷爷 爷爷 小林 阿达说的没有错 只是阿达都一直嘲笑阿梅 所以阿梅才会哭啦 哦 哎 阿梅啊 哎 不要哭啊 来来来 你来爷爷身边 啊 阿文 你是说给爷爷听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哎 阿达 你也过来 哦 呵呵呵 阿达 你是不是心虚了 哦 我哪有啊 我才没有呢 爷爷 因为阿梅想要学骑脚踏车 所以我就带阿梅去后山学骑车 阿达啊 虽然你不是有意 但是五星之过也是不对的哦 当你看到阿梅啊 这么努力的在学习 不但没有鼓励他安慰他 反而还加以嘲笑他 这样会使阿梅更加没有信心度 也就更无法学得成呢 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失败的时候 不但不可以嘲笑 还要更尽心的来鼓励他们 使人充满信心 才能所作必成呢 哎 阿达 这要你明白了吗 嗯 爷爷 我知道了 阿梅 对不起啦 是我不对 我以后不会再嘲笑你了啦 不要 阿达哥哥那么坏 我才不要 哼 阿梅 阿达哥哥虽然有一点顽皮 不过他并没有恶意的 所以你就原谅他嘛 是啊 阿梅啊 你就原谅阿达嘛 好了啦阿梅 人家阿达哥哥都跟你道歉了 你就不要这样了嘛 哼 阿梅 不然我学小白跟你道歉好了 阿梅对不起 阿梅对不起 阿达哥哥 你很好笑 阿梅 你很炸 好了好了 阿梅啊 你就别再捉弄阿达了 阿梅啊 世间上的事情啊 有些看起来好像很困难 其实只要有坚定的信念 又能够耐心的去做 终究会有成功的机会的 所以你也不要灰心去难过哦 嗯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次 释迦牟尼佛在为弟子说法 比丘们 你们听完法译后 应当勤奋精进 如理思维 持之一横 若能如石修 也就没有什么困难的事了 譬如 长流不断的细水 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就能够穿透坚硬的石头 若诸碧秋 无法实时勤奋精进 如理思维 而经常的懈怠放逸 就好比有人钻木取火 当他钻木投之时 每次都钻到一半 就停止钻木而去休息 虽然他有心想要得到火种 由于缺乏耐心以及恒心 懈怠放逸 无法持之一恒 而想要得到火种 那是不可能的事啊 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 凡事都必须要透过学习及磨练 以及坚定的恒心信心才能成功的 就像树上的小鸟一样 并不是一生下来就会飞的 而是在成长的过程中 也是要学习的 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是很轻松 但是熟悉以后就会变得很轻松很愉快的 阿梅啊 小鸟学飞跟你学骑车是一样的 骑头呢总是跌跌撞撞的 可是一旦熟悉了 就如同小鸟一般任你熬游了呢 所以想要有所得必须要有所舍 舍得吃苦不怕失败 所做必定会成功的 阿梅啊 只要你能不怕吃苦 耐心的练习 慢慢的 你一定会骑得很好的哦 爷爷我迟到了 谢谢爷爷 我这就去练习 阿梅 等一下 阿梅 等一下啦 阿梅 那是我的车子 阿梅 你等等我 来呀来呀 来追我呀 可恶的阿梅 我绝对不会输给你的 欲求天仙者 当立一千三百善 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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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老师今天宣布一件事情 从明天开始 凡是能够早到学校 来帮忙维持秩序 或者是接送同学过马路 以及其他需要帮助的事物 而也都能够以欢喜心 去做的同学 将作为甄选纠察队员的考核成绩 当然表现最好的 老师将推选他为纠察队的队长 明天写就开始实行 有意愿的同学可以自行参加 老师会留心注意的哦 好 妈妈 我要先去学校咯 阿达 先过来帮妈妈把这些工具收拾收拾 再去上学啦 阿达 你是有听到吗 不行啦 我们班上现在要选纠察队员 我要早一点去学校帮忙 太晚了我就帮不到忙了啦 这样我就选不到了呢 哎呦 帮忙一下又不会浪费多少时间 阿达 你现在怎么越来越难了啦 要不然 这个先帮妈妈拿去大树下晃 不行啦 不行啦 我快要来不及了啦 哎呦 这个孩子哦 现在不知道在想什么呢 家里的事情都不帮忙 还想要做什么 什么什么纠察队啦 哦 哎呦 我又不是不帮忙 妈妈你不知道啦 人家很想当纠察队耶 哎呦 好啦好啦 我知道你想当纠察队啦 可是你也要帮忙做家事啊 达妈 早 这么早就在忙哦 早 阿文真怪 哎 阿达别忘了 早点来帮忙哦 再见 我要先去学校了 哦 好啦 阿文我知道了 妈妈 你看都是你啦 快来不及了啦 哎呦 你看阿文他都怪 在家里头都会帮忙做家事 啊你咧 就只知道玩 也不多帮妈妈一下 哎呦 你爸爸回去看阿嬷 现在都是妈妈一个人在做 真是很累耶 我又不是不帮 人家现在要选纠察队 我必须要表现一下嘛 更何况 阿文他妈妈也没有叫他做什么事啊 哎呦 我不管了啦 我要先去学校了啦 哎呦 等一下 等一下啦 哦 才讲你几句 你就在那里头晒性地呢 哦 现在的小孩哦 实在是有够难教啦 哎 哎 阿满啊 哎 你们母子俩 一大早是为了什么事 吵得脸红脖子粗啊 哎呦 林雾爷爷啊 不好意思啦 你就不知道哦 现在小孩子哦 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都不帮忙做家事呢 说什么要选什么 什么纠察队啦 啊 他常常哦 东西丢着就往学校里头跑啦 也不知道在干什么都讲不听啦 啊 我说他爸爸最近比较忙 所以呢 我就叫他都帮忙一下 他都不肯耶 哦 我要去死的 嗯 哪有 才不是咧 还不是最近班上要选纠察队 所以才要早一点到学校报到 我才没有时间帮忙的嘛 平常我也都一直有帮妈妈的啊 嗯 阿达啊 发心服务人群是很好的 但是家里的事情也是自己的本分 更应该要做好的哦 否则这样的行为只会让人家误以为 你只是在做表面工作做给别人看的 这样啊就失去发心服务的意义了 而且古人曾说修身齐家 从自己本身做起 而有余力再行利他之事 何况古德也说 百善孝为先 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想要服务人群 而成为好意勿劳的借口 妈妈已经很辛苦了 为人子女的 应该尽心尽力的来帮忙妈妈 先把分内的事情做好 有时间再广为帮助别人 阿达 这样你明白了吗 哎呦对了对了 连物爷爷说这样就对了啦 阿达你听不懂啦 这我知道了啦 可是哎呦 好了好了 我做就是了啦 哎呦 连物爷爷谢谢你 谢谢你啦 嘿嘿嘿嘿嘿 哈哈哈哈 阿达,对不起 我要先去服务同学们过马路 这扫把就麻烦你一起收回工具室了 好啊,你去忙 阿达,阿达,还有我的哦 哦,好吧 谢谢喽,那我们先走了 啊,爷爷说君子要有成人之美的美德 嗯,我虽然无法参加纠察队的考核 但是我可以成就阿文和阿达成为纠察队队员呢 嗯,不错不错 扫地,扫地,扫新地 扫除新地金花液 嘿嘿嘿嘿 阿达,这些时间多谢你的帮忙 谢谢你哦 是啊,我也要谢谢你的帮忙 我们才能够有更多时间来服务同学呢 嘿嘿嘿,没什么没什么啦 反正都一样嘛 嘿嘿嘿嘿 嗯,阿达,你越来越得人缘了耶 嘿嘿 哎呦,哪有啦 还好啦 嘿嘿嘿 嘿嘿嘿 耶,快要宣布纠察队入选的名单了 好紧张哦 我想,我应该有希望吧 嘿嘿嘿嘿嘿 对啊,我可能也可以吧 嗯,还有阿达也很不错啊 哎,我可能没希望了 我帮忙得太少了 可能没办法选上啦 哎呀,不会啦 你那么热心帮助大家 别担心啦 对啊,阿达哥哥那么热心 我也越来越喜欢了 嘿嘿嘿嘿嘿 谢谢你们哦 但是,嘿嘿 平常心就好了啦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czenia 小朋友 现在老师要宣布 纠察队员的名单 各位小朋友请注意听哦 首先是 以上六位同学 都入选为纠察队员 我们为他们拍手 这些日子以来 老师观察的结果 你们的表现都很优异 希望往后 你们也能够更加用心的 发挥自助助人的精神 继续努力 加油哦 各位同学安静 现在要宣布的就是 纠察队的队长人选 到底纠察队长是谁呢 到底是谁啊 对啊 会是谁啊 纠察队的队长是 阿达 我 怎么可能是我 怎么可能 各位同学 大家一定很惊讶吧 为什么阿达能当选队长呢 其实最近老师发现阿达 他虽然没有很多时间 参与服务的工作 但是 只要一有时间 他就会尽心尽力的 来参与公益 服务同学 甚至平时呢 大家没有注意的时候 阿达也都能够认真 默默的在做 这种自动自发的精神 是难能可贵的哦 所以老师希望同学们 也能够向他学习 并且协助他 共同来做好纠察的工作 让我们这班 能够成为全校的典范 大家说好不好呢 好 这都要谢谢老师 和同学们的跳秀啦 礼物爷爷 你看 这是我们纠察队的备章 好棒哦 我们也有 爷爷 老师说 阿达是我们纠察队里 最棒的呢 他除了在大家 看得到的地方 热心工艺 私底下 也都在默默耕耘 所以老师推选他 当我们的队长呢 哦 呵呵呵呵 不错不错啊 阿达不但越来越懂事 还知道 凡事都要从心底做起 改变自己的行为 自助助人 哎呦 真是不简单呐 呵呵呵 也没什么啦 这都是爷爷的教导友方啦 啊 这 呵呵呵 对啊 这都是爷爷的功劳 都是爷爷的功劳的 呵呵呵 呵呵呵呵 既然大家呢 都是热心工艺 并且还有这个机会 来为同学服务 嗯 好 那我来说一个故事 给大家参考参考 好 从前在汉朝时代 有一位仙人 名叫钟离泉 有一次 他要度化吕洞兵修行仙道 于是 就把点石成精的法术 传授给吕洞兵 只要用丹 点在铁块上 就能把铁块变成黄金 可以拿来救济世上的穷人 并且 也可以圆满修仙道的三千件功德 吕洞兵就问钟离泉说 这些黄金到底会不会再变回成铁块呢 钟离泉回答说 五百年以后 这些黄金仍然会变回原来的铁块 吕洞兵听了钟离泉的话之后便说 这种法术会害到五百年以后的人 我宁愿不学 呵呵呵呵 嗯 看来修仙所要积满的三千件功德 凭你这句话 你的三千件功德 已经圆满了 呵呵呵呵 这个故事啊 就是告诉我们 有心做善事的人呢 不能只是为了外在的行善而做善事 要能发自真诚的心来行善 也不可以只为了圆满自己的功德 而让别人有所损害 而是要以无所求的心来利益他人 心中若能无所求 而又能常常修正自己 培养自己品德 以这样的善念 行善来行一切 这才是帮助别人 也是帮助自己真正的精神啊 至于是队员还是队长 其实是平等的 主要的还是要看大家的用心 和付出来决定的呢 所以你们今天的表现 爷爷也很为你们高兴 以后要更加努力 更加静心 才不会辜负老师的用心及期待呢 阿达 你真的很棒哦 也没有啦 对了 阿达 阿福 阿文 晚上呢 我们要到仿寥古华念佛堂 念佛共修 你们可别忘了 要带爸爸妈妈一起来共襄圣举哦 好 那我们赶快回去告诉爸爸妈妈 阿文 阿福 我们赶快走吧 嗯 好 爷爷 晓铃 晚上见 哦 晚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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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